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候你肯定想问小二脸是什么鬼 数学天才给你解释一下 小二脸 你没资格说别人有事 对 俩人就是从泰国的神奇相遇 一直回到国内 一点不讲道理的成为同校同班同桌 并且日常互怼欢乐多 哎呀 好像你没碰过我 哎 你是不是害羞啊 不好意思了 我说你这人怎么脸皮这么厚啊 可能真的是害羞了 毕竟也是有过抱抱紧高高的人呢 你不会是想入境 你疯了吧 之前说有两位男神 另一位男神在哪里 在这里 没想到再次见面 是这种方式 哎 这不就是同一个人吗 就是贱么有趣 一个身体里住着两个人 一个是天才少年本人 一个是 凌园心心念念的大叔周杨 拍个照片就变身大叔 睡醒来变回男主 发现这个秘密后 俩人没事还聊几天来了 你能否买一些冠状啤酒放在家里啊 我还需要烟 你妄想 我不抽烟不喝酒 你这样会损害我的身体健康 你练台肾道 我经常晚上腿疼的睡不着假 那是拜小二连所赐 都是他上课动作不归犯老踢我 我今天吃了他室友的小笼包了 我向你也尝一尝 人间美味 冰箱里还有一个 你的嘴角应该还留有余香 因为我昨天晚上没刷牙 这样子也是挺萌的呢 于是女主就开始跟俩人相处 日常被弄得莫名其妙 不是 你每天晚上来学校找我的时候 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自己可我的时候 说相信不是我干的 你现在怎么翻脸不认人啊你 然而女主并不知道 日常相处的其中一个 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人 那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呢 神奇的相机到底是怎么回事 快去追剧吧 轻松鬼马的青春校园剧 简直是太解压了有没有 没看过瘾的宝宝们 还可以打开芒果tv首页小说板块 阅读更多同类青春校园小说 你想看的全都有 感谢观看的全都可以打开芒果 感谢观看的全都可以打开芒果